一段这样的音乐 那个 你怎么看起来长得这么漂亮 你这男生的脸怎么可以小成这样 哇 你在队伍里面刚刚怎样的一个角色 当当负责一点跳舞 负责一点唱歌 这是打酱油的是吗 负责一点跳舞 负责一点点唱歌 对对 好 秀铭 秀铭你的职称很多 在队伍当中 副主唱 唱歌 跳舞 撕吼 和什么 撕吼 和撕吼啊就 撕吼 是吧 啊 唱歌 跳舞 跟撕吼 收 今天我们的cable也崩了吧 那个 可是为什么叫做副领唱 副领舞 什么意思啊 副主唱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城市主唱嘛 所以就是害怕伤害到秀铭 然后就给他封了一个副主唱嘛 就是 我觉得他主要的队内的职务是帮我们吃东西的 是叫包子 帮你们吃东西 所以号称包子 哦 什么 等一下 说普通话 你们说包子包子 然后拉着这东西嘛 哦 哦 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笑得那么开心 哦 包子 包子啊 包子是什么呀 鸡 耶 陈在这个队伍当中呢 是主唱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觉得你唱得比较好 还是他们唱得比较好 这会儿陈就让你听不懂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我自己觉得我唱的还不够好 还是要多多练习 哇 谦虚的 什么东西 来 功夫熊猫糕 你在队伍里面除了扮演一个人散步之外 还有其他的身份吗 我以前在韩国一个电视台 我说过我是他开心的功夫班的 就是 单位就是 我什么都贵的功夫熊猫 我觉得其他舞伍都很低调 但今天淘下打得鸡群一样 完全不低调 不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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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这次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 当这首妈妈呢登到排行榜之后 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是我们会问一下 为什么要叫妈妈 呃 其实因为 我觉得阿哥其实他讲的是 虽然叫妈妈 但是不是就是母亲就是妈妈那个意思 只是说 可能因为 我们这个组合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大家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对吗 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的